卫生间里的小飞虫是什么 能传染病菌寄生人体 该如何消灭它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卫生间的墙壁上 经常会趴着一些小飞虫 它个头比苍蝇还小 飞行速度也不快 很容易就能拍死 或许是因为它给大家造成的困扰并不大 所以很多人就忽略了它 但它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现在卫生间里 山东早庄的一位老人就中了它的招 它到底有什么危害呢 点赞加关注 带你了解更多 2018年10月 张先生发现他97岁的母亲 左脸上突然长出一道疤 当时大家以为是自然形成的老年般 并没有在意 但是一周后 老人突然觉得左脸疤痕处疼痛满 一家人赶紧将老人送往医院治疗 当医生揭开老人脸上的伤疤以后 发现肉里面至少有五六十条蛆虫在蠕动 这些虫子的蠕动让老人十分难受 医护人员立即对老人的面部进行清洗消毒 但这只去除了部分蛆虫 仍有一部分蛆虫无法通过简单的清洗取出来 等到第二天给老人做了手术 蛆虫才彻底清除干净 据了解 老人染上的怪病叫做营蛆病 通常是由怀孕的苍蝇在人体内产卵所导致的 但是张先生说 自己家里挺干净的 很少有苍蝇出现 更不可能感染到老人 医生解释道 能引发这种怪病的不只是苍蝇 还有很多类似的动物也会引发这种怪病 回到家里以后 张先生把家里检查了个遍 发现只有卫生间里有一种小飞虫 经过确认 这种虫子确实能引起营蛆病 但是因为它们很常见 又不像苍蝇那么烦人 所以一直没怎么重视 没想到会引发这么严重的病症 那这种卫生间的小飞虫究竟是什么呢 它们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 其实这种小虫子叫做鹅猛 又称鹅瑞 喜欢潮湿的环境 比如卫生间 浴室 厨房等地方就是它们的最爱 如果是在野外 它们就喜欢盘旋在河流或者瀑布上空 在居家环境中 它们经常停留在墙壁上 既不会到处乱飞 也不会像蚊子一样吸食人血 每年的四五月份 气温和空气湿度适宜 鹅猛就会冒出来 它们有的单独行动 有的成群结队 今天打死几只 过几天又会从别处冒出几只 颇为坚挺 它们也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鹅猛幼虫喜欢生长在洗手池排水管 厨房或卫生间下水口等环境中 这些地方有大量的细菌和污垢 而室外的下水道 化粪池 下水道等都是鹅猛为生存繁衍的场所 简而言之 哪里臭 哪里脏 它们就去哪里 成虫之后 虽然体型大了一点 但飞行能力却很差 它们不会飞太远 靠着地露 洗脸台 洗菜池 湿漉漉的抹布和牙刷等生活用品 入侵我们的生活 时间一到 几乎家家户户都能看到它们 那鹅猛有什么危害呢 其实营区病 只是鹅猛引发的病症之一 深圳的吴先生因为左眼被风吹进了一只鹅猛 最后导致眼睛化膿感染 视力完全丧失 最终迫不得已摘掉了这只眼球 如果不这样做 感染会蔓延至脑部 这两个真实病例 告诉我们鹅猛到底有多毒 别看鹅猛长得不起眼 飞起来还吃缓 拍死它也很容易 但是它在日常生活中却是随处可见 因此它埋下的隐患也是无处不在 鹅猛在化粪池 下水道等充满细菌和病毒的环境中繁衍生存 成虫全身长满细密的绒毛 对细菌和病毒有很强的吸附性 可以携带多种病原微生物 它们不仅停留在扫把 拖把 抹布和浴缸里 还会停留在牙刷 被子和毛巾上 引起利紧 长眼等疾病 那应该怎么消灭鹅猛呢 很多人看到鹅猛第一反应是一巴掌拍死 或者是用电纹拍拍死 但那是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数量太多的话 最好是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杀虫剂 但使用后药剂的开窗通风 保证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下水道和周围环境的清洁 洗脸池的固定赛区 垃圾桶的侧面 都是鹅猛最容易停留和繁殖的地方 保持环境卫生需要长时间坚持 以防止鹅猛卷土重来 这些都是治标 想要治本还需要从源头下手 鹅猛的虫卵主要集中在下水道里 想要彻底杀绝是不可能的 只能买一个好一点的单向防臭的漏 只允许水往下流 下方的气体和虫子无法向上流窜 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杜绝鹅猛的出现 最后不要忘了马桶 洗菜池 洗脸盆这些卫生死角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 感谢观看 你家是怎么对付鹅猛的呢 欢迎留言互动